身体之外还有个精神的身体啊 精神啊 情绪 回教徒懂得 回教懂得要保养身体 还要保养性情 所以动物里面凡是性情不好的 它不吃 它们吃的时候 吃的最多的时候 牛羊 牛羊心情温柔啊 这很有道理啊 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很有道理啊 我跟他们接触是在小时候 我念初中的时候 同班同学有几个是回教徒 我们很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看 他们也带到我到清真寺去参观 我了解他们比较多 可是佛教是素食 我是根据过去这些经验 为生 为信 哦 佛教的素食啊 哦 佛教的素食啊 讲究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所以说是文其身不仁是其肉啊 你看到动物吼吼吼吼吼吼 你怎么忍心去吃的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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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 所以佛教这个饮食是最完美的啊 啊 他为生 为心 为心 啊 他为生 为心 为心啊 啊 啊 我最初选择素食是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我学佛才半年 接受佛教半年 我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选择 应该是保护自己慈悲心 保护自己心情 保护身体 我想这样子 大概你家里面就 人就可以 可以接受了 素食的健康 决定超过肉食 你看我们 这个国内 本患老后生 今年110岁 去年过100岁的时候 我就看他 身体挺好啊 只是耳朵差一点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 很开心 我那天去的 带来这串念珠 不是这一串 很普通的一串念珠 他赶紧跑到房间里 拿了一块 拿了一串 大概是什么浴室的念珠给我 他说你是大法师 怎么可以带这个 你把我念珠换走了 很风趣 所以一生素食 从小出家了 一百零一岁了 还不需要人照顾 真不容易 那么你看看出家在家学佛地 常年素食 身体都很好 这好样子在啊 活必去吃 中生肉 第三个问题 他弟子的母亲烧香拜佛 有时候也念念佛 但却反对 弟子学佛念佛 他说烧香拜佛 是为子孙后代 求父贵平安 求孙西方太难了 没有人能做到 请老话子开始 这个问题 你多看看往生传 多看看 净土圣仙路 你就晓得 往生不难 要告诉你的母亲 能把念头一转 他就能往生 千万不能让他 障碍自己的儿女学佛 这个故事很大 这是什么 断人发生毁灭 这个罪业很重很重 应当说 带领自己一家人学佛 一家人成就 所以这个在一年之间 学佛应当把佛教的道理常常讲给他听 他是属于迷信 对佛法又不所知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心态 第四是现代人把学佛 修善的人都当作怪物 不正常 甚至嘲笑 许多学佛 许多学佛者觉得障碍 尝尝而退转 请问如何才能不退转 只要你坚定 志向 就不会退转了 我在学佛的 刚刚学佛的时候 我的朋友 同事 长官 也都说我不正常 也都说我是个怪物 尤其以后 我把工作辞掉出家了 真是个怪物 他迷了 被佛教迷了 迷得太深了 可是 二十年之后 他们工都退休了 常常听到 我在电视 在网络上讲经 见到我之后 你的路走对了 他才晓得我不是怪物 他自己是怪物 那我们在生活上 我一年比一年快乐 他们是一年比一年痛苦 这个对比太大了 所以在晚年 没有一个能跟我相比了 所以这是 设计的 状况 摆在面前 你不能不相信 可是学佛有真的学佛 有假的 假的是迷信 迷信不行 真地学佛 佛法在经典里面 佛法是教育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释迦摩尼佛一生教育 从来没有搞过 金参佛寺 从来没有搞过一次法会 他老人家再生 四十九年 就是教育 有假无类 你要认识他了 你不认识他 随便批评他了 你冤枉了好人 冤枉好人是有罪过的 他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过世到今年 就像外国人讲的 2550周年 去年联合国还特别 为他过世 2550年 还做一次的活动 普通人能做到吗